今天休息一位一场关键的便当会 现在剪掉大动作搜索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在议会的办公室 而目前最近状况如何 赶快请记者周佩玉告诉大家 佩玉 郭文德在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陈汉 现在是有重大进展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微 先前是遭到剪掉来大动作的搜索 包含她的处所 包含她在议会的办公室 是都已经被检联单位给搜过一轮了 而稍早呢 应小微有最新回应 带您一起来听 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么应小微呢 就是觉得配合检方来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那么议员的本局 就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接受所有人的诚情 我觉得呢 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 让检方更了解 是更好的事情 但是议员如果说是很多事情 基本上来讲不敢去做 也没有意义 因为议员的职责 她的天责之一 就是为了帮助人民 因为您跟沈庆记是今天一起被列被告 一起被北警来传唤 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 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她到底有没有牵线这个部分 各位 各位 你们现在要放下 我们现在要讲 各位 那否认有牵线吗 应小微她自己其实再三强调说 深圳不怕影子鞋 而她呢也认为说 她一切都会配合检调 来进行相关的厘清 至于呢被问到说 会不会觉得委屈 应小微她也觉得说 没关系很OK 一切都配合检调 不过应小微呢 在进电梯前呢 她也特别讲了一句话 如果一切合情合理 那为什么又需要有人居中牵线呢 以上呢是现场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还棚内